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我们现在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就是所谓的social good 它是something that benefits the largest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rgest possible way 意思就是我尽量用最 就是可能benefit 可能让越多人有机会享有 越多人可以 因为这件事情受益 它的 它就越符合所谓的social good 因为它不是一个individual 我不是一个个人去享有这件事情 它带来的效益 它是以社会的一个共同体 一个集体为原则出发 去囊挂的一个项目 那这样子的东西呢 它其实跟我们讲到的basic 我们的basic human rights很像 到底那我们的basic human rights里面 有哪一些东西 我们的人权是在 其实人权的架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才慢慢的被开发 才慢慢的被定义出来的 那它被定义出来的原因呢 是也跟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 它的成立是有关系的 联合国他们在二战结束之后呢 1949年的时候 颁布了一个叫做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Strikes U-D-H-R U-D-H-R呢 它就列出了三十条 所有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想要的基本权利 那这些只是有一些部分 人有生命权 人有自由的权利 人有想要有教育的权利 人有想要有 健康的权利 或是言论自由等等的 右边买了一张图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跑不出来 但这张图是 那个U-D-H-R 它当被颁布的时候的照片 然后其实U-D-H-R是 那个 呃 大家可能知道的 美国总统罗斯福 她的老婆Eleanor Roosevelt 她 她一起去起草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Rights 都是我们希望人生 就是生而为人 我们希望可以被保障的一些权利 那我们所谓的 Social Good 这些范围的东西 是不是都能保障到我们的权利呢 上次可能在intro的时候 宝博或者是Noah 可能有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在目前大家在定义公有才 或者是Social Good的时候 常常会拿这一个表 大家来看 就是我们在看 所谓的公有才的 所谓的Social Good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因为它是社会的一个集体 所以它就代表是 我们社会之中 它是属于公共 公共型的一个 呃 的一个财产 那所谓的公共型的财产呢 这边就界定出了 哪一些是 呃 哪一些在这个范围里面 上面 呃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 Rival 和Non-Rival 然后这边写了 Non-Excludable 跟Exludable Rival就是 是不是敌对性格 Exludable就是 我是不是 我拥有了 我就会排除其他人 没有办法拥有这个东西 举例来说 呃 公园的土地并不是说 我一个人在那边 其他人最多进不来 其他人也都可以进得来 所以它就是 呃 不是 不是 Exludable的 但有什么东西是 是Exludable的 比如说我今天在上厕所 公厕好了 我进去 那这那还真的就是 我进去之后 其他人就暂时没有办法享有这个 这个东西 那当我们把这个东西定义出来之后呢 大概知道好 我们在不同的环节里面 其实呃 在不同的属性之中呢 它都有不同的呃 这些公共财的性质 那有些东西呢 那是我可能会帮大家可以着眼到处理到的地方 但有些东西可能不是 比如说呃 Common Goods 就是 我有 呃 我有 我有 Legs 我湖 我有河 我有 呃 这些渔业 这些东西 它都是属于Commons的环节 那 Public Goods 就是包含我的 天气的 Forecast 呃 我的Peace 跟Security 就是我 不是说我想有 Peace 跟Security 其他人就不能想有这个东西 然后 Peace 跟Security 是一个大家身为一个共同体 可以一起享有的呃 呃 的资源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有excludable 就是 有些人用的 可能我们就 不会有办法去拥有的 比如说 我个人拥有的东西 我的Private Good 呃 呃 比如说食物 我的衣服 我的 我的财 我的家 我的房子等等的 那Club Goods 像是我设计在一个地方 区域型 大家共同拥有的东西 呃 Project Clubs 或者是 Theaters 等等的 大家可以共同享有 但是你可能需要 因为你在某一个地区 因为你是某个属性 或是因为你有户备 你才有办法进到这些地方去 去享有这些东西 好 呃 这边讲到的是 呃 就是 在Social Goods 这个大的环节下面 大家常常会提到 Public Goods 跟Common Goods 呃 但是 在Public Goods 跟Common Goods 的这整个 呃 运作的过程之中呢 其实常常会发生 呃 所谓的 Tragedy of The Commons 也就是 公有财的杯歌 这可能大家在高中 公民课的时候会 常常有上到 所以公有财的杯歌呢 就是我的 公共财 大家一起拥有的东西 或者是 呃 刚刚讲到的Common 或是Public Goods的环节 呃 大家都 希望可以取用这边的资源 但是 没有人有办法去修缮 这些资源 或者是去Maintain 这些资源 导致一部分的人 不断的不断的取用 那在不断取用的过程之中 又没有人去Maintain 那我们的资源就是 会很快的被消耗殆尽 呃 这样子的事情 在各种不同的构面 都会发生 而其实气候边迁 它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也是 呃 某一种程度上面 某些人取用了 大家一起享有的资源 但是却没有进行Restore 进行Maintain 导致这些资源被 呃 消耗殆尽 那 我这边举 呃 简单的几个例子 好 我这边写Economies 太习惯了 呃 在开发中国已开发的国家里面 工友才的悲歌 呃出现的是 呃 其实大家知道过去 呃 现在比较被称为已开发的国家呢 他们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之内 就有三十年以上的时间内 从工业化革命之后 他们其实就已经开始他们自己的工业化发展 工业化发展越来越先进 然后让他们现在可以享有呃 呃 这么充足的完备的环境来支付 呃 来应付他们现在需要的这个生活需求 呃 与此同时 当这些人的环境需求呃 环境需求提高了 他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生活在 这么多工业污染的东西的世界上 所以越来越多这些工 重工业 Heavy industrial pollution 重工业的工作就被 移动移到了就所谓的 目前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过去还没有经历这样子的发展阶段 但是到现在 呃 过去还没有经历这样子的发展阶段 导致他们的整体国家经济水准 还没有到这么高 但是他们现在必须要承载的是 整个地球其他国家的呃 发展的这些污染 这些压力全部都到他们身上 那除了在工业发展这件事情上面 之外另外还包含呃 除了除了对环境的污染之外 对人本身的压迫也进到这些地方去 那对人的压迫呢 其实就包含越来越 这些工业 就不会是很难想象在一个已经发展的 呃 一开发国家之中 但是会花很多时间精力去雇用的人 来做高劳力的工作 那这些东西都移到哪去了 非常多的发展中国家 呃 举例来说 呃 一来 其实地大 人多 然后又有很多空间 比如说像中国印度 就是很多 很多地方可以 就是可以去开发这些厂当 所以他除了用他们的地 用他们的厂 然后污染他们的环境之外 然后同时还就是相对劳力比较高的工作 就聘用当地的人 那这些工作呢 你常常没有在呃 呃 就是同时这些开发中的国家 因为他们的法规还没有就是发展到极度的完备 他们就还没有走过那个过程 就导致这些劳工其实是相对容易被压迫的 那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会进到开发中国家 呃 以开发国家用盛的东西 这些都慢慢的流过去 那这样子所谓的这样子的杯歌就是 我们在国际呃 呃这个全球的层次上面 呃 呃 资源被某一些人取走了 某一些人只能用到的是剩下的东西 又或者是呃 呃 根本什么都呃 剩下的东西 甚至他们要负担的是 他们创造出来的污染 任何形式的污染都是 那 以国家内部来说 就是一个国家的层级里面 它其实也有这个杯歌的发生 比如说 因为某一些 呃 我这边举的是 呃 就是没有阶级复制 在某个国家之内 持续的发生 呃 大家在这边可能 很 可以感受到就是自己的同学 在台大的同学 其实满多都是台北人 或者是甚至有许多人都是大安区 畜生长大的 那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有什么问题 而是他们出生在一个让他们相对 比较好获取资源的环境 那当他们获取这些 某一些教学的资源之后 其实很多资源 呃相对起来是有限的 然后其他的 呃 其他地区的人 要获取这些资源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 那这样子会导致说 我 有办法留在 我有办法来 来这个学校上课 我有办法持续的往这个方向 我想要的比较 不管是学术啊 或者是呃 这个未来任何想要发展的方向 我都可以因为我好的教育体制 是好的教育环境 培养我长到这个地方 让我可以走到这些地方去 但某些人他因为 这些东西有限性 加上他生活环境的 他的social connectivity 就是不在这边 他就没有办法进到这里 那这是这是一个环节 这是一个部分 资源的分配不从 不平均造成这样子的问题 那另外 那另外 不管是长照 或者是 小朋友的 child care 也会是一样状况 然后public resources public public spaces 他其实概念都是很类似的 当这么多 当现在高龄化社会 老人越来越多 所谓的就是这些负担的责任 到底会落到什么地方去 那这个负担责任 弱到个人身上的时候 是不是某一些人 他们会因为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负担 他们需要仰赖public 就是所谓的公部门的帮助 但是这个帮助 是不是可以真的帮到他们 有时候 有时候其实就是要看 这个机制的设计 是不是有办法去favorite 这些相对弱势的人 那我们再回来看 social goods is something that benefits the largest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largest possible way 其实所谓的公共财 他我之所以把它放在 就是social goods的下一个层级 层级是因为在所谓的social goods 就是所谓的public goods 里面他很多东西讲的是 我们大家共有的一些东西 但很多在social goods的环节 我们需要的其实是care 就是child care health care early care elderly care 然后我们可能还需要 比如说我的教育education individual education 但是education它其实相对是 算是我个人身上的那种东西 当然学校会提供资源 让我完成education 但更大的education这个概念 它不一定有被囊挂在 就是所谓的公共财的东西里面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是 hyver search它可以做到 它可以cover到的环节 其实是更广的 不只是公共财 它其实是超越公共财 就是所有会让更大的规模的人 更多人数的人去获益的这样子的 资政盒的这样子的行为 这样子的财产这样子的工具 都包含在这样子的环节里面 好 那刚刚讲了现在各个就是global的层级 或者是国家层级里面发生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大家现在去怎么解决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是我觉得在讲到区块链的时候 或者是任何东西的时候 就讲到资源资金流动的时候 我一直会keep in mind 就是你把钱放在哪里 就代表你相信什么 意思是当你今天把 比如说你今天把你的钱放在 你已经全部的钱 你资产90%都是新台币 就代表你真的很相信台湾这个国家 那如果你把钱90%都放在美元上面 那可能就代表你相信美元 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稳定性 这个国家它的成长性 然后你认为美元是你的资产放 就是置放的最好的地方 因为它可以带给你的资产一定程度稳定性 相对之下 你可能就不会想要把你的钱放在 比如说星巴威比上面 因为它相对是一个动荡观的国家 然后导致我的资产放在那边 我的配置其实可能会让我一直存在 一个不稳定的状况之下 那这些是在讲资产配分资产的过程之中 所以过去这段时间很多人开始把钱 放在比特币或者是不同加密货币里面 其实对我来说或者是我觉得对很多 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大家相信这些事情来说 就是你到底你的你相信什么 你相信什么是稳定的 你相信就是区块链背后的技术吗 那如果你相信这些技术的话 那你钱放在哪里 它就会代表你你相信什么 那资产的分配也是一样 大家相信什么样子的价值 大家希望社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就把钱投注到 到什么样子的地方去 现在大家解决问题的方法 国际的层级跟country level 的层级分别有什么 国际的层级上面我们有区域性的人权法 他们去做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去审核不同的国家在做business 然后的任何事情上面 是不是有把human rights 刚刚讲到的说的rights的环节 放到他们的设计之中 我们有SGG 我们有ESG 就是这些国际的串 现在很多企业慢慢刷复合的东西 我们有UNFCCC 他们在扣每一年的企业面前大会之中 订出来的这些准则 让不同level的国家都要去补合 但是这些global level的事情 最大的问题就是 国家跟国家之间 其实有的只有 最多有的是peer pressure 或是经济压力 当然当然你出动到经济制裁 就代表你国家的关系被僵化到我们的程度了 但是很多时候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 就是国际之间的规范 它是没有强制力的 那没有强制力的东西 就会导致你的进度缓慢 那它没有强制力的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也包含到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开发中国家跟你开发国家 这么不平衡的资源分配 这么不平衡的资源分配 这么不平衡 这边已经发展好了 这边还没有发展好 但是我们却要用同一个法规 同样的一套标准去规定它们规范它们 因为导致我资源更没有办法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分配 因为它的起始点就不是所谓符合大家的现况 那各个国家内部 我们用去怎么做这个资源分配 现在其实很多方式就是我收税 各个国家它们都有自己的税务的体制 我把税务收进来 然后我再去做有利于这整个国家 国民甚至不同社区的一些东西的资助 那税进来之后呢 就是让国家可以运作嘛 国家运作之后 我国家运作的其中一些环节 就是确保某些人他可以持续的存在 那可能国内或者是在individuals level 我可能还有donation或者是investment 所以donation它一直可能是我捐钱 给我相信的非盈利组织 或者是我把钱捐到什么样子的地方去 去解决这个资源分配的问题 但捐款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 很多国家都是我用捐款费去提 的税务 就是我只要捐一定的额度就可以有多少的税 就是不用去缴 就是这也是很多国家在激励大家去做一些 善事的的的的的机制 但这样子的机制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就是台湾的一个去年出来的一个报道 我觉得非常好看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记者 他其实从2016年就发出了第一篇 在讲一样在讲公益信托 然后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公益信托 他就是出现了弊端 然后还有各个财团怎么用这些东西来 好让自己的税务减免 让他们的损失减少 这是去年出来的 他调查了台湾的五大财团 他们分别用自己的公益信托基金 来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好 钱我们进到 我们说我刚刚讲到说 钱大家进到那个税里面去 因为税之后 政府才有办法去分配这些资源 然后进到公共物财去资助公共物财 或者是去资助任何需要的东西 但其实呢 真的有钱有资源的人 其实希望可以把人性希望把你要从他手上拿走东西 其实是很难的 就是因为你拥有了这东西 在他们2020年的总资产统计 前五大的财团 他们总资产到996亿以上的台币 他们其实要缴的税呢 是要到200亿看 就是那边那张这个chart 200亿台币的税是他们需要缴的东西 但因为我们有这个公益信托法 然后让大家可以再没有 让大家可以因为你去 你成立了什么样的基金 做什么样的好事 把东西捐坏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缴这些税 所以其实国库少了200亿的这个税金 那他们总共捐出来的额度有超过 有到200亿吗 或是有超过吗 其实没有 过去的这么多年加起来 就是他们从这个公益信 他们自己公益信中的成立 每一个成立到2020年 总共只捐了58.6亿台币 所以我们总共有20个billion的就是 就是200亿的台币 lost in the name of good 那他们这些钱花就是放在公益信托之后 他们真的有花在需要的地方吗 真的有花在需要的 需要的非议组织上面 真的有把钱捐到妥善的地方去做好 他们该做的事情吗 这是现在的体制之中的非常难去追踪 也非常难避免被勿用的事情 好 但如果我们现在来讲一个scenario是 好今天我的钱真的真的进到了费力组织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费力组织呢 其实现在的体系相对 非常多国际型的大型的费力组织 也都是非常官僚的 那这个所谓的官僚体系 这个所谓很官僚的费力组织的体系 大家可以这样想 就是我今天想要捐钱 我其实想要捐给我听过的一个非议组织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比较有信赖 也比较有信任感 或者是我比较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那其实往往需要资源的很多时候是 像右边这样图 对 右边这样图里面就是这种 我真的在很偏向的收容所 或者是我们叫一些小型的非议组织 小型的小型的shelters 那直接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 所以这个是一个泰国的shelter 然后它是我们直接有在服务的一个组织 这个shelter呢 他们因为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募资的能力 我们没有办法收集到国际上面其他捐款的钱 所以我们就试着 他们就试着加入了某一个国际的儿童福利的基金会 这样子的联盟 那加入之后呢 其实他们就谈到一个deal 所以我说好 我接下来希望帮 请这个联盟帮我募的钱是 我希望每个小朋友至少我每一个月都会有40块美金 可以 40块美金可以当我的 就是可以给每个小朋友好 每个小朋友40块美金 这是他们的目标 所以他们就好去募 那公益这个团体跟他们说 好我们钱募到了 每个小朋友40块美金 那最后实际上进到这个秘务所的小 那个小朋友身上 其实是一个小朋友一年40块美金 他差的是12倍的这样子的金额 那这个12倍 40块美金已经不是很多了 可以想象 他对于这些小朋友的影响会多大 他们呢 其实本来是希望可以用这个来去做他们 一来缴学费 因为他们还是要去上课 然后二来支付他们的三餐 但现在他们其实 呃 变成学费 他们必须要去另外酬 然后一天只能吃一餐 来 只有一餐的那个经费 有办法来自这笔捐款 那这笔捐款到底跑哪里去 为什么会 就是这个钱没有进到这个shelter 呃 其实并不是说 中间有绝对贪卜 这不是完全事情 而是我们中间的资源都被 所有的bureaucracy 也就是这个官僚体系给吃掉了 嗯 当你捐款人 捐钱给这个他们去合作的 国际的基金会的时候呢 他钱会先进到国际的总部 基金会总部 那基金会总部呢 为了要方便他们运作嘛 我就不可能汇款给这么多小的shelter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所以他就会先把钱汇到泰国去 给泰国的总部 那泰国呢 通常总部又在曼谷 那所以曼谷他们这个在清来的山上 所以曼谷的人一样运作方式 我会先把钱汇到某一个聚集地 也就是我在清迈的聚集地 那清迈再把钱分到清来 清来再把钱分到就是他们这个小村庄 然后小村庄里面再有人帮他们 把所有他们要的资源运上山 所以在这个层层的阶级之中呢 每一个人拿一点cut 就这些cut并不是说他们要多贪心 其实都 我不是不知道过程中是不是有人偷拿啦 因为我毕竟不在那个过程中 这也是一个问题 嗯 但是 就算他们没有偷拿 每一个人在过程中都要拿一点cut 去支付他们的operational fee 就是他们会有会有营运的需求 那每一个人拿一点每一个人拿一点 我经过这么多层漏漏漏漏漏漏到最后 小朋友可以实际上拿到的钱就是这么少 就是 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那 这样子的整个 我其实是希望做资源从分配 但我资源真的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吗 还是我资源其实分配到的是 完全没有必要存在 或者是相对让效率降低的官僚体系里面 这可能是 呃 现在的 整体 我这样在做资源分配的时候 会常常遇到的一个蛮大的问题 那甚至 呃 过去台湾 那这里有个台湾的案例是 呃 台湾有一个基金会 在大概两年 三年前的时候 呃 他们是台湾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在做小朋友的权利的 的基金会 他们有一个蛮大的丑闻是 他们的资源希望被呃 他们也是就是跟大家募款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呃 充分的在事前揭露 说我这笔 募资的款项到底要花在什么地方 他们最后把钱呃 拿去就是买他们新的办公室的 的地 然后导致就出现了一阵 的退捐潮 但其实这件事情 但退捐潮出现之后 会直接影响到是谁 除了这基金会本身就 一定还有最后他们服务的 这些各个小朋友 那这些小朋友 还有他们为什么就是他们 可相对有机会被得到的资源分配 就这样子被牺牲掉了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机会被避免的 他其实是有机会在一个更完整 的体制之下去被操作的 只是这个体制会会推翻很多 就是现有体制的各个利害关系 的利益 所以他相对会有点困难 但是体制存在这样的问题导致资源的 重分配没有办法去就是被最有效率的 完成 这会是一个一直一直都存在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 当区块链进入了这整个 这整个生态系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刚刚讲到体制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 接下来我们来讲区块链它的特性 给大家是什么 我不会介绍太多区块链它本身 特性的东西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听很多 还有透明啊 不可篡改啊 或者是 开源各式各样的特性 那这些特性呢 其实我相信都已经对大家来说相对 是比较基础的 但这些特性其实非常 有机会可以favor我们所在这个体制 好 我先简单讲个我自己的故事 我自己 刚刚讲到这些背景 其实刚刚讲了这么多东西呢 其实我还没有我发现我还没有自我介绍 我自己是一直来都是做人权工作比较多 在工作的前几年呢 主要都是做 国际组织像APEC 或者是联合国的国际的 主要是做谈判的工作 那台湾工作上面呢 做的东西最多的其实是经济 就是各种经济付权 经济参与 然后还有基本人权的东西 那基本人权的环节触碰的比较多的是 women's rights 就是女性的权利 然后还有小朋友的权利 那那时候比较多时间是 因为联合国现在有九大人权公园 我们从九大人权公园去extract 哪一些东西是 目前很台湾社会需要的 那这些东西就是内国把话嘛 就是慢慢在台湾 因为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但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内国把话 就代表台湾自愿去符合 联合国这些人权规长 那我们其实做的很多事情 就是把台湾这边人权 或者是经济参与权上面的案例 带到国际的 就是这些国际谈判的会议上面去 然后来看我们的东西 我们的policies 有没有办法进到他们的 比如说APEC它有一个annual 就是亚太金合会 它有一个annual statement 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 把台湾的东西放到annual statement 那这个的意义就是 相对我台湾的声音 台湾的案例在国际市场上 在国际这个舞台上面 可以被大家看到 那annual statement 一旦被大家adopt之后 就是所有的经济体都不需要去看 去以为标准的东西 所以这是我的一开始工作 那这样子的工作 大家可能觉得跟区块链 其实差很远 但之所以就是我会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其实是因为这个产业 我认识的时候是先认识一个区块链工程师 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 这个工程师他告诉我 他在做了一个project 是帮大家restore他们的rights 然后用区块链 帮大家找回他们失去的权利 然后用区块链的技术 来存放所谓的这些权利 听起来好像很广泛 或者是有点过度理想化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真的是让我引我进门的一个起始点 我开始想去了解说到底为什么这个技术是有办法帮你存 帮你好好的存放 帮你好好的restore你的权利的一个东西 于是我就进了一间公司 然后开始就是我就离开我原本的工作 就是外交工作的部分 就进到一间区块链的公司 来做什么restore rights and humanity 当时是2018-19年 我记得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蛮大的一个讨论是 因为2016年了 就是特别是美国大选被操弄之后 就是美国大选被操弄的 这个丑闻爆发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非常非常多的讨论是说 社群媒体上面的这些资料 散落在各个地方 它怎么影响我们的每一天我们做的决策 我们的资料不再属于我们 但是这些所谓我们散落在社群媒体上面的资料 它其实应该也要是我们的资产 还是我们的asset 然后这些东西散落在四处 我们没有掌控权 我们就也没有办法知道 谁拥有了这些我的资料的权利 我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权利非散在什么地方 那我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有办法把我的权利取回来 因为它现在都是就是都是没有在明确的规范之下 呃就是没有没有被明确规范的东西 那这样造成的问题就是我的生活可能被操弄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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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被揭露 它并不是真的就只是我把东西丢出去给人家而已 它甚至是大家因为这样子取得我的资讯 他们取得的不只是我的资金还有我生活的掌控权 嗯昨天我刚刚听到一个朋友在讲 他就说现在好像很多人之前就是你手机会被偷吗 手机被偷 呃有时候就是在某些地方被偷 他就是呃去把东西拆一拆 然后卖里面的零件 然后现在偷手机好像是会进行到一个 就我偷完手机之后呢 我会去拆给那个pin 就是你的那个password 然后拆完之后打开 然后他反而是去extract你的资料然后去把资料卖掉 所以就是连偷窃的行为都已经被这个东西给深刻的影响 这些到底有多少的多少我们的权利是四散在外面 就收不回来的 那呃我们那时候去做一个也是有点奇怪的东西啊 叫做叫做Spring 那这个东西呢它是Facebook的isgapatch 就是我们帮你extract你的Facebook data 然后帮你存在一个你自己可以拥有的Vault 然后存在区块链上面 然后呃你就是完全可以拥有自己这一笔区块链 你的你的Facebook data的存取权 然后还有你的分享权啊还有什么任何东西 你都可以拥有 然后有某一些就是你想要分享的时候就可以分享 然后不想分享的时候就是就是持续把这个就是带在这边 这是我进去的第一个第一个专案就是大家来做 呃Digital assets 然后start with social media 产生出来的这些data 那这就让我就是开始在想说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去外面是不是有办法储存或者是有办法存放的Digital assets 所谓的资产它不应该只是我已经数位化的data 它是不是有办法restore我们现在实体世界中大家看到的这些各种不同享有的权利 是不是刚刚讲到的那个UDHR联合国这个人权公园里面 就是所有他不与人应有应该享有这些权利也都可以被这样子的技术给保障 那也也许真的真的可以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会开始就是explore这件事情 那区块链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呃让这件事情跟公共财 刚刚讲到这些social good的东西都有更进一步的连结 那就是open source 呃区块链它上面的东西是开源的 大家可以去共同编辑共同发展 就是比如说像呃在以太坊上面 它尽管有有就是基础架构先被写出来了 但它整个整个以太坊之所以它的社群或者是它的呃技术 会不断的去改进不断的去调整 其实很大部分是来自它有一个很强的社群在背后 不断的去呃贡献这个机制 就是完全力量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好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呃 那这样子就就发生了就是链上的工友工友财背 但是区块链它设计了一个incentive就是至少它的它的它的机制 设计了一个好的incentivize机制 让大家愿意去参与让大家愿意去投入 那因为这样的参与跟投入大概也有办法 呃也有办法就是在可以享有这些资源的同时 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持续的去呃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变得更更更适合大家 那 那 对不起啊在进入这个之前我很好奇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那个Facebook的那个Spring Spring的那个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去 那因为我们那个录影会需要稍微 好好好 刚刚那个Spring它是什么东西 是我的Facebook的Data Vault 对FacebookData Vault 它就是基本上你要opt in 我们做了一个东西呢 让大家可以直接把你呃 我就是去取用你的Facebook的Data 那这些Data呢 你就把它放到我们帮你设计好的这个Vault里面 那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完全Vault的那个掌控权 但它其实概念很像是一个呃钱包的概念 那这个Vault呢 呃我们是设计多签的形式 所谓的多签呢 就是我今天呃我一个人呃可能没有办法就是 我今天我有自己登录的方式 但如果我今天密码一试的时候我要怎么回去 就是我把我把钥匙拆分成三份 然后一份放在我们公司叫那时候的公司叫Fedmark 放在那边一份放在你身上 一份你可以给你熟悉的亲友或是你信任的人 那你只要三份钥匙里面收集到两份 你就可以再回去restore那个 你就可以取用那个里面的data 所以它是在确保说呃我不是把这个东西的掌控权 值放在某一个人的手上 而是把它散落在除了我之外 还有我信任的人信任的事情信任的信任的机构上面 那这个的这个Facebook的这个Hatch 那时候是跟Numbers Protocol一起合作的 呃其实并没有办法真的怎么样被运用 然后后来就是直接就被Kill掉是因为 呃很常这样心痛很常这样 就是因为没有business model啦 那到时想象是说我要登入我的Facebook帐号 然后怎么样去把资料弄到 然后我登入Facebook帐号 然后我同时登入呃我的我的Spring 然后我呃它会的就是extract的功能 就把旧的资讯也会 对对对对对 对旧的资讯我们就是让你爬爬爬爬爬爬爬 爬你所有东西然后全部爬然后放进来 然后呃它其实第一个功用是让你知道Facebook 现在掌握了你哪些资讯 所以帮你做了一个dashboard说Facebook有你的这个 有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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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统增起来之后放进你的vote里面去 那你就可以有那个vote的掌控权 那接下来我是否再把这些资讯分享出去 就是就是看我这边 但因为我们它的问题其实就是我没有办法 直接跟Facebook互动说让Facebook已经有这些资讯去 停止他们的任何sharing 我只能就就是我已经extract出来的这一端 因为像是我只能掌控我的备份 但是我不能掌控我的original的copy 那那个时候跟区块链的关系是 资料存在那边还是存在IPFS还是 哦没有之前Binmark做了一条自己的链 然后那条链它其实完全跟呃 呃它完其实跟IPFS很像 然后以前在设计的时候有参考蛮多 包括他们的设计机制 呃但呃它是直接存在Binmark的上面 它加密过的加密过的加密过的 加密过的加密过的 但就是因为它的use case比较少 但是这边就可以看到是一个我真的有好的理念 希望可以把data的所有权拿出来 大家掌控它的权利之后 其实大家不一定真的愿意用 因为大家其实很多时候是相对愿意牺牲自己的权利去换取方便的 那当大家愿意当大家比较偏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再怎么希望保护大家 其实会会没有那么有用 然后呃一来就是这个东西 那个Spring它它能做到保护也很有限 所以后来这个东西就杀掉了 但是在呃Binmark这间公司呢 我后来运用同样的技术去做了比如说你健保资料 或者是你要去做Pyndical trial的时候 呃大家知道就我们在做制药的过程中 其实是需要经经过很多临床的试验才有办法 真的最后进到这个药物的产出 那临床试验我就需要很多人的data 人的身体什么东西来去测试说 哎这个药物啊或者是这个新的技术啊 这个新的医疗的技术是不是可以符合人类的需求的 那药物很多时候卡住的地方就是呃我每一年 呃能找到的受试者不多 但我要的data就怎么多 所以我收不到这些data 那我们那时候做的方式是让受试者 他只需要提供一组他的data 然后他可以自己选择去opt-end 比如说Phycer 我们那时候合作对方是Phycer Phycer多少的不同的data 呃多少不同的clinical trial 那比如说我这组data 这5个clinical trial都需要 那我就把这组share给这5个其中3个 我想要去做的clinical trial 我想要帮助我希望可以看到实现的东西 那第三组呢我们再同样的就是回馈你 呃我data出去 有一个你的你就可以收到一笔钱 来来资助你的这个data的data的转移 这个data的转移的转移 权力的转移 这是这是它的延伸的用法 呃我觉得概念其实也会很像我们接下来讲到的hyper search的东西 但呃它就是一些过去的一些 它非常理想主义 非常idealistic 但是有可能有点不切实际的一些东西 好呃我们先在这边稍微暂停一下下 因为我马上进入了一个 呃这个hyper search的一个解释 我相信刚刚大家同学听到 因为我们录影也需要 待会要重新稍微设定一下 那我相信刚刚听到这边应该可以感觉到呃我们的科技社会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其实呃更先进的人类应该是更全面的去关注整体的呃环境还有呃更全面性的发展啊 好大家如果去google一下那个大家最近很红那个chad gpt嘛 你可以google一下chad 有人知道chad gpt这个关键字是跟血汗工厂连在一起的吗 知道的同学去举手 好那如果欸有有关注的太棒了 好那这些事情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抱持着呃这个所谓的critical thinking 比如说这些到底是不是这样不确定 好但是呃可能有很多面的角度 但是我们可能会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不同的面向 那有人说这个这国外的知名媒体的报导 times时代 就是说他们发现就是chad gpt在训练练成的过程 可能有参与了一些这个肯雅的劳工 而且呢有一个平台叫做ethical.ai 那ethical.ai的服务呢 就是帮你去聘用第三世界的劳工 用十星四十块海币的钱 请他们每个小时标注 2万个词汇 大家知道AI的链程需要很多能力的标注吧 所以这个叫做ethical就是这个 道德.ai的网站 就利用了这种所谓的 呃这个不同layer的这个国家发展的状态 去创造了人类的进步 我们并没有要做审查说到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人类发展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的牺牲或者错误或者选择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刚刚Vivian有举了很多的例子 可以看到这些我们曾经想过这些问题 但是既有的机制里面可能有一些中间人的问题 那我相信大家很聪明可能想得到的 就是说其实有一些目前存在的问题都可能可以用更公开更透明 而且有网路效应的某些解决方案有可能可以让它变得更好 那刚刚Vivian有提到的他有参与过的这几个专案 其实在台湾都这几家公司也都蛮有意思的 这个有一些都被台湾的大企业上这个公司投资 我甚至不好说是哪一家 那像Binmark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Binmark 在之前有跟Processing的发明人之一叫KC Rios 我们做了一个叫做Feral File的一个区块艺术的平台 希望能够鼓励数位跟AI的艺术创作 那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Bi-T-M-A-R-K-U-S 可能有没有 然后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件公司叫Numbers Protocol Numbers Protocol 那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平台 他们也在做各种新的计划 希望能够提前预先透过科技来解决 可能现在正在发生或过去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问题 比如他们最近做了一个设计叫做NFT搜寻引擎 就是你可以更容易的看到一个NFT是不是已经被人家发行过了 那总而言之 我们先在这边稍微停个三分钟 让大家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心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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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